而中央气象局表示 14号开始 全台湾在西南气流 以及梅雨封面的双重影响下 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因此降雨情形可能持续整天 在未来几天 不排除针对强队流云系的所在位置 发布豪雨特报 我们预估各地都会下震雨或雷雨 而且容易出现大雨或豪雨 其中在北部中部南部地区 容易出现豪雨或是大豪雨的这种雨 预报显示 14号到17号以及19号到21号 以连续性降雨为主 不只降雨时间长 影响的范围也相当的广 那么在18号、22号、23号 天气形态则是以局部地区的 震雨以及雷震雨为主 预计这波梅雨封面影响的时间 可能一星期以上 而且这次封面来会给山区很多地方 带来大雨、豪雨 甚至大豪雨的可能 那这种又大又急的雨 会让其实经过上次封面 降雨影响的很多山区 目前都还没有复原完成的地方 可能更容易有些危险发生 因此在14号到23号间 西方部地区的民众要留意 强震雨可能造成淹水 而中部山区的台中、南投 以及南部山区的嘉义、高雄、屏东等地 都要注意连续性强降雨的累积雨量 都可能造成灾害发生 记者在256台北市采访报导